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到底有多美 但许多男星都觉得她太重,说她重得抱不起来 从小就在新疆长大的她,正因为她是新疆人 所以她的长相也是非常有特色,很有新疆风味 长相层次分明,很容易认出她,她的身材也很好 因为她也经常去健身,尤其是她的大长腿也是非常醒目 不管是在颜值,身材气质方面,都是独具上风的 她明可以用她的颜值来说话,却非得靠努力来获得认可 自她走红之后,她就如同遇到贵人一样 做什么事都是特别的顺利,人气,流量,各种代言 简直都忙不过来,还和许多的大腕,大咖合作了许多的影片 有一次她和黄景瑜合作拍戏,在剧中他们是恋人 因为是情侣就少不了有吻戏,想想这画面得有多美 黄景瑜说自己不愿和她拍吻戏 这是什么情况呢,有这么漂亮的美女,还不乐意拍吻戏 这可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事情 原来是因为热巴太喜欢笑了,老是拍不好,得众拍许多次才行 戏拍完后,也传出了他们是否正在恋爱的绯闻 因为他们在戏外也是一样,举止亲密 所以就更加让人怀疑,对此他们一直都不吭声 如果什么时候他们真的成为情侣了,应该会有许多人为之惊叹吧 在之前邓伦和她也拍过吻戏,并且还是公主抱的那种 因为热巴各自较高,平常也经常锻炼,所以重点很正常 而邓伦抱她就是非常的累 每次抱完都累得够呛,就因为这个也老是拍不过 热巴虽然漂亮,看着不胖,但是确实还是有些重量的 毕竟她喜欢健康的美,所以爱锻炼,也正常 她喜欢自然美,健康美,崇尚健康,不太看重那种白瘦的美 这才是真性情,洒脱,活出真实的自我 2.迪丽热巴在观众和粉丝心中一直是一个好榜样 迪丽热巴是中国内地的一位知名女演员,以其甜美的笑容和漂亮的长发,赢得了许多粉丝的喜爱 她的出演作品涵盖了电视剧、电影、综艺等多个领域,备受关注 在众多的角色中,迪丽热巴曾出演过一位蓝玫瑰公主 这个角色充满了仙气、神秘和勇敢 故事讲述了一个神秘的小镇,这个小镇是由一位叫做蓝玫瑰公主的女孩统治者 她善良、勇敢,在神秘的小镇上帮助了许多人 蓝玫瑰公主身穿一席淡蓝色长裙,长发散落在肩头 细长的眉毛和清秀的脸庞让人无法移开目光 她有着一双特别的眼睛,眼睛中仿佛镶嵌着星辰 让人们无法分清她到底是个人还是神仙 蓝玫瑰公主性格温和,充满智慧和力量 她的一生中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她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帮助别人 她和众多小镇居民一样,身上也隐藏着秘密 但这并没有阻止她运用智慧和勇气寻找答案 在蓝玫瑰公主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义、智慧、勇敢和善良的形象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正义和善良 做一个有智慧和勇气的人 迪丽热巴在演绎蓝玫瑰公主这个角色时 将她那温柔的气息以及勇敢的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个形象在观众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喜爱 迪丽热巴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更是一种精神的代表 她在角色演绎中体现了很多正面的品质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形象 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稀有而迷人的气息 除了在角色中传达正面的品质外,迪丽热巴更加注重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这些品质 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为弱势群体奉献爱心,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同时,她也用自己的行动,表现出了对职业的专业态度和对粉丝的关爱,赢得了大众的尊敬 迪丽热巴也经常向粉丝分享她自己的生活理念 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并未知不懈奋斗 同时也要不忘初心,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因为传递正能量的形象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迪丽热巴在观众和粉丝心中一直是一个好榜样 她的演绎生涯也充分证明了成功需要的品质,拥有才华的同时 更需要坚定的信念,勇敢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 迪丽热巴在塑造蓝玫瑰公主角色时,成功地将自己和这个角色融为一体 她在角色中传达了许多正面的品质,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践行着这些品质 作为一个演员和公众人物,她的成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形象,给了我们力量和启示 大家怎么认为呢?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